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我将向大家演示FanBIETR功能中最常用的部分 在有些情况下,原始的业务数据并不能直接用于分析 这可能是因为数据中存在不准确或没有意义的数据 也可能是因为数据的形式不能被直接使用 这就是ETL要解决的问题 ETL旨在通过对数据的抽取、加反和转换 使原有数据能够被分析所使用 首先,我们来介绍新增公式列 看这张表 点击它的预览按钮 预览数据 现在,我们要根据这张表汇总销售额 但表中只有ID、数量和单价三个字段 没有销售额 此时,我们需要使用新增公式列 增加一个销售额字段 点击返回 点击新增公式列 输入公式列的公式 点击Price 输入运算符 输入运算符 点击Amount 将新增公式列的字段 保存为数值类型 最后 为新增的公式列命名 点击确定 这样 新增公式列就设置完毕了 点击保存 更新多维数据库 使之生效 下面 我们到新建分析中 去检验其效果 打开销售分析表 我们可以看到 表中多出了 刚刚生成的销售额字段 拖入对应的字段 检验效果 可以看到 销售额已经被正确地计算了出来 在此处 要提醒大家 新增公式列和 添加计算指标的差别 首先 新增公式列属于ETR过程 每次设置新增公式列后 需要重新生成 多维数据库 才能生效 而添加计算指标 属于OLAP操作 在OLAP分析中 及时生效 第二 如果我们在此处 删掉ID列 关注汇总情况 添加 单价和数量的计算指标 我们会发现 计算指标 得到的结果 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是因为计算指标 是对分组汇总后的计算 而新增公式列 是对明细的计算 我们应当根据我们具体的分析需求 加以区别的使用这两种功能 下面 我将向大家介绍自循环列的功能 自循环列最常用的场景 就是构建组织的层级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张表 点击预览按钮 预览其数据 这张表 以明细的形式 记录了总公司 和各分公司 分部门的 ID 复籍ID 和名称 但这张表 无法直接在分析中 形成层级结构 此时 我们可以通过 构建自循环列 解决此问题 点击 构建自循环列 选择 根据一列数据分层 对分层依据的ID列 进行自断设置 选择ID自断 点击 构建关系 为每一个层级命名 点击保存 这样 构建自循环列的设置工作 就完成了 需要注意的是 在构建自循环列时 要保证ID和复级ID 能够正确对应 此外 每向下一个层级 编码增加的长度 要保持相等 点击保存 更新 多维数据库 使得 刚刚的操作 生效 多维数据库 更新完成后 我们通过 新建分析 检验 自循环列的效果 在 表 自循环列中 拖入 任一个指标 而后 将 名称字段 拖入三次 作为 三个不同的层级 此时 我们可以看到 三个维度 都标红了 这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 对其分别设置 对应 哪一个层级 我们可以利用 维度 与指标的 匹配功能 进行此设置 点击 维度 与指标的 匹配关系 为 每一个维度 设置 匹配 哪一个层级 点击 修改选中的 一个指标的 维度字段 在表中 先点击 名称字段 而后 选择 名称字段的 对应层级 类似的 将 剩下两个维度 也进行 相应的设置 最后 我们让所有分组展开 查看其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 构建 自循环 列 我们已经可以 在分析中 对组织关系 进行 层级展示了 最后 我再向大家 演示 FanBI中 服务器数据集的功能 点击 点击数据配置 点击 ETL数据转化 点击 新建 服务器数据连接 选择 数据连接 输入 对应的 Circle 为数据集 命名 点击 确定 这样 我们就新增了一张 服务器数据集表 使用 服务器数据集 功能 可以 利用Circle的灵活性 实现某些 处杂的ETL过程 同时 也可以 方便的连接 多种多样的 数据源 为了将 服务器数据集中的数据 转化为 作为数据库 我们 在 业务包的配置中 选择 修改 选择的数据表 在 数据连接 列表中 选择 服务器数据集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添加的表 选中该表 点击 下一步 这样 我们的 服务器数据集表 就被添加到了 业务包中 以上 就是 在Find BI中 常用的 ETL功能 在Find BI中